西瓜宝宝学画画 我们要画两只拥抱的小猫咪 在指的左边的地方画一个横着的三角 这是它的耳朵 然后呢一个弧线弧过来 弧到一半哦 然后在这个耳朵的右边 画一个被遮住的一点的小三角 我要把这只小猫咪的脸圆顺下来 画它一半就可以了 画一条弧线下来它的身体 它的外形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这是它的手 连起来 是不是一个拥抱的手呢 然后我们来画它的眼睛 在整个头部 一半的这条线上 画两个眼睛 涂起来 涂起来 然后呢 画两个小波浪 嗯 嗯 嗯 啊 它的小嘴 开心的小嘴 呀 右边的地方 我们要画只和它抱着的小猫咪 首先呢 我们来画一个大弧线 这个地方我们要画一个耳朵 一个三角尖尖 从这条线圆顺过来 前面圆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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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圆顺下来 在前面圆顺下来 中间的圆顺下来 画上它的眼睛 画好了没有呢 涂完来给它涂顺了 首先我要把它一些粉色的地方涂上 比如说它的耳朵 我们把耳朵里面涂上一个粉粉三角形 然后给它加上一个可爱的彩虹 然后给它加上一个可爱的彩虹 这个小猫咪 它右边的彩虹的地方被遮住了 所以我们就画一个 这个小猫咪 左边的被遮住了 所以我们就画右边的这一颗 在乎你们画土圆形 或者圆形都可以咯 接下来呢 就要把这只小猫咪 涂成淡淡的灰色 5月20号马上就到了 在中国520这几个数字 它的谐音是 我爱你 所以5月20号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 我来给它加一点音点 为一个稍微深一点的灰色 在旁边加一点点灰影 在旁边加一点点灰影 我们给这只白色的小猫咪 也增加一点点灰影 为一个比较浅的颜色 在它的后面 在它的后面这样花一点点就可以了 它的嘴巴里面我们要涂上红色 好咯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要给它们加上一些爱心装饰 爱心 它们非常的相爱 它们互相的说 love you love you I love you 很多可爱的小爱心 然后我们把这些爱心涂上红色 或者是你喜欢的颜色 现在我们画好咯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嗯 接下来我想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想给这些爱心都加上亮粉 首先呢 我来给它们加上浇水 然后我们吹掉它 吹掉这些多米的量分 深吸一口气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旁边 写上你想说的话 比如说在这里写上 L O B E Y O U Love you 爱你哟 收了这样的卡片 我想 它一定很开心吧 这些爱心 bling bling的闪闪发光 爱你哟 今天的花花到此结束咯 拜拜 下次见 记得订阅我哟